大家好,我是Daniel 我是Nikaiya的Lvan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介紹一下我們新的玩具 對 就是 電影鏡頭 對 對 DZO 旋風 怎麼唸呢 Vespe Prime 最近又有蠻多電影鏡頭 你好像就是 從最低階的電影鏡頭 然後 山羊嘛對不對 你玩過山羊 玩過這一套 玩過CP3 所以 我覺得這樣子用起來特別有感覺 你知道嗎 就以前用那種就畫著一份 兩渣 然後每一顆 重量的尺寸全都不一樣 那就是 用到慢慢的 先 先可能開始 有一整套 一樣 一樣Size 然後再來就是CP3 然後再來 其實也很期待 後面還可以再拿到那樣的鏡頭來玩 那你覺得電影鏡頭 什麼樣的特性 是你最喜歡的 我覺得 最喜歡電影鏡有什麼樣的特性 應該還是在於 它的 工業標準 工業標準 對 就是它有齒輪環 然後它的口徑 這樣子 所以 你起碼你有一整套鏡頭 就是都是定焦鏡 這樣子 你不用 你不用 因為 每一顆鏡頭的重量不一樣 然後 要一直 更改你的配置 然後換來換去 然後東西沒辦法 有一致性 這樣子 是 其實我也是喜歡這一點 因為 其實在拍片現場 大家知道時間就是金錢 因為你只要delay的時間 你所有的費用都會增加 那我這幾次使用電影鏡頭發現 因為它的重量啊 長度啊 它幾乎都是在一個差不多的 配重或者是重心上面 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其實速度很快 不管是你要上檢光鏡啊 或者是你要上斗啊 或者是你要上追焦圖 欸 它都在一個很快的時間內就可以完成 對 所以我覺得 以前其實我們拍片的時候比較少去注整套電鏡頭 對 可是 自從用過之後我發現 其實真的沒有這個必要性 對 因為加速了很多的時間 對 因為我們之前用過的CP3 對 雖然說 不算是一整套 對 但是也體驗了 對不對 對 你覺得CP3跟DZO的鏡頭 我們 好 你就說說你的感覺吧 有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這兩顆鏡頭實在價 價格實在落差有點太大了 對 所以這兩個拿來比我覺得是有一點點不公平 對 但是我覺得 兩顆鏡頭都有它們不同有趣的地方 對 先說說 就是我覺得像我這一次用很多100這顆鏡頭 對 那100這顆鏡頭對著光拍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一點老鏡的那樣的氛圍 有點黑柔 自帶黑柔那種感覺 對 但是CP3呢 因為它抗耀光實在是太好了 鍍膜 鍍膜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 它拍不出耀光感 它就是一顆 耀光很少 對很少 你除非真的很強的光 不然 其實你用CP3你根本就是沒有耀光 那可以說是優點 但是對於 有時候像我們這種 那種非正規政科般的人 會 我反而會喜歡有一點點缺陷的東西 對 還有就是它的口徑比較小 對 對 CP3跟CP3是95 對 所以就是 很像我們這種 就是比較窮的拍片仔呢 就是 就是很符合我們 CP3是比較好買啊 對 就是用拍照的鏡子 對啊對啊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 所以就是上上去很快 那CP3我沒有那麼大的口徑 我們旁邊還有黏膠袋 然後才可以把那個 減光鏡放上去 那剛才會提到 可以耀光的畫質的表現 我覺得 它的確是有一點點 比較 富豪一點的質感 不像 蔡司的鏡頭 那麼乾淨 那麼乾淨 對 然後 你一拍上去 你會覺得 這個畫面 可是CP3好像比較銳利 對 CP3就是看起來 真的很漂亮 就是畫質 皮膚的成透感 那這個的話 它就會讓你有一種 我覺得它有 它自己的一種個性 對 它就有一種 你說要到老味 也沒有到非常老 但是它的耀光 其實 蠻有趣的 對 它耀光是比較 白 打出來有一點 藍藍白白 然後有一點霧霧的 對對對 然後 剛剛Daniel有提到 它一版有一點 自帶黑肉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 光韻的地方 會發散的 特別明顯 但我覺得 這個就見了一件字 有人可能不喜歡 有些人可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燈泡會 這樣子發散 那有些人覺得 我就不用再拿黑肉鏡 這也是一種 對 就是一種 轉 轉一片黑肉 這樣子 那如果讓你 如果預算有限 我只能買兩顆鏡頭 你會選哪兩顆 我會選二五跟七五 二五跟七五 對 因為我用的 我拍的畫面 蠻多都需要廣角 我在拍婚禮啊 或者是拍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 二四、二五這個焦段 然後 可能再可以再廣一點點到二十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 這個 這個焦段的定調性 它是蠻長的 那也不會說到非常的廣 然後畫面 有一些變形或是真的 那它的二五啊 我覺得 呃 有一個特點就是它 在二五這個焦段的時候 都可以貼得比較近 最近的焦段就蠻近 然後可以把人啊 或者是把一些物體 拍的 欸 看起來有張力但又不誇張 那再來的話 你覺得它變形控制的就比較好 變形控制 有的人喜歡 我覺得還OK 你覺得可以接受 就不會到非常誇張 這樣子 然後它也會 也有一些耀光 所以說你在拍整 或者是拍一些 像拍一些場景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逆光 大戰一點 我覺得那個逆光看起來很好看 對 那再來就是七五 因為我自己 呃 在拍攝一些人物的時候 嗯 我覺得七五它 帶給我的三景 就 呃 算是有一點小望遠 所以說它 帶出來的三景 後面會糊 但也不至於太多 然後 拍攝的距離 我覺得給我 也蠻舒服的 那它 因為畢竟你是七五八五 所以說它 呃 跟人溝通的時候 也不用推到太遠地去 所以說 它這個焦段算是我 如果只能選兩顆 嗯 我應該就會選六個七 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 三五跟五十 對 那你不是說你最喜歡一百 我最喜歡一百 但是 如果我只有兩顆鏡頭 對 如果我只有兩顆鏡頭 我會選三五跟五十 對 那 那 有的一定會覺得 三五跟五十 感覺起來差不多 可是對我而言 像 Elvin 喜歡二五的廣 可是對我而言 我覺得二五太廣 對 我反而喜歡三五的廣 對 我喜歡主體稍微 呃 比較明確一點 對 我不喜歡景 比較多 對 所以 像三五跟五十 算是我最常使用的焦段 那Elvin 選了兩顆 我是從來沒用過 哈哈哈哈 對 所以我們出去這樣很好 就是一人帶兩顆 然後就是補足每一個焦段 其實我的第三名是三五 如果 什麼都不能帶 我帶這個 嗯 就是只能選一顆 那如果現在再多一顆 如果再多一顆 我再多一顆 你就是三五嗎 對 那我就會選一般 對 因為我覺得 像我這一次很多拍攝空景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次是去太魯閣嘛 所以很多空景其實都是用一百去拍攝的 對 我覺得它的壓縮感 然後 就像我們剛剛講 前面有講 它有一點自帶黑樓的那樣的特性 我覺得拍起來蠻好的 嗯 我覺得風景拍起來也是蠻喜歡的 而且其實你可以看到它 這顆一百 它的最近對調距離 其實 就是在0.7 嗯 它大概0.6幾 對 就其實你 其實可以貼蠻近的 其實我覺得貼蠻近的 對 然後 大概六十幾 其實你可以再這麼近 怎麼會拍到東西 就是它在一百 說不定它在四個 其實拍一些小物蠻好用 對 如果今天這一套 只讓我選一顆 其實我會選一百 你這個選擇 很奇怪對不對 很奇怪 因為我 如果我只有選一顆 表示我出去拍 我還有其他鏡頭 對 所以這幾顆 我覺得用起來 我最滿意的 就是這一顆一百 嗯 好 欸我本我知道你現在是用三陽 對不對 那你有考慮換這一套嗎 因為 三陽畢竟是 最低階嘛 對啊 那這個算是中階嘛 接下來CV3 CV3不可能嘛 對 一顆就十二 十三嘛 對啊 那這一套其實是 應該算離你最近 的一組電影鏡頭 那你覺得什麼樣的人 會去選擇這一套 你會 你有考慮吧 好 什麼樣的人會選擇這一套呢 其實就是 沒錢又想搞事 喔 對不對 是 你又沒錢 但是你又好像有想 裝出一點規格 嗯 希望能夠在拍片現場 比較順利 然後又可以胡到一點夾巴 嗯 對不對 所以說他的塗裝啊 然後他的規格 其實在電影鏡頭來講 他都有 撐到某種水準 嗯 那你當然問我說 想不想換 如果 鑑鐵願意直接送 那你也要行 對不對 但是 我其實又有點尷尬的地方 就是我希望 畫質能夠再更現代一點 但我 他的 實用性方便性 他是真的 還蠻適合你在拍片現場 然後有時間 能夠 更換信頭 因為畢竟他都是頂調機 對 你有時間 然後你的助理啊 你的工作人員都知道 你的工作流程 然後 你這樣工作起來 其實會感覺很快 像是 換浴鏡 好像更交集 其實我 我 真的 我這個用下來 我是真的蠻喜歡的 就是 以這個價格區間 因為他一顆鏡頭 五六萬塊 然後又是電影規格化的東西 你說真的要去挑剔什麼嗎 其實我真的找不到什麼好挑剔 因為他呼吸效應很棒 對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們是在全片幅的模式下 對 不是說是用Super 35 面影的長期 是 25 35 50 75 90 100跟125 幾乎沒有任何 沒有 真的 沒有呼吸效應 真的是非常厲害 對 然後你看沒有呼吸效應 然後 而且我覺得 他的 對焦環這個地方 他很適合 大豬去追焦 對 因為他的行程很長 所以其實 就算你是 不是 不是那麼厲害的大豬 我覺得在追焦上面 也會顯得蠻之重的 因為像我們在拍片現場 我們就是用土傳 然後我去做一些 追焦的動作 其實 都還蠻容易準焦的 對 因為他行程夠長 但是相對的缺點就是 你自己在追的時候 你手 手動 手去弄的時候 就會比較累 對 就是他那個還蠻 蠻長的 對 你要一直轉 一直轉這樣子 對 那當然前提是 你不能每顆都開到2.1 然後之後還上鍵 然後又很好 那可能 沒有這個 對 而且我覺得 像他的鏡頭 我不建議 當然把光線開到最大 對 可能要退個幾檔 我覺得他的成像會比較好 你如果 很貪心 直接開到最大 其實他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松散 但 當然全黑的時候 嗯 就 就硬上 還是可以開到最大 對還是可以就是硬上 沒有像那種 呃 有些 有些鏡頭像三兩 寫到T1.5 但1.5基本上會用 所以你就不敢用1.5 所以說 但他的2.1是可以用的 我覺得 在真的光不夠的時候 嗯 但像我們現在相機其實高感 會做的 所以說其實T2.1 也不算是一個 沒有問題的 空間 這樣子 只是要不要買嗎 我覺得 如果是我 我會選擇買幾顆 嗯 就是 就是因為畢竟 我們不是以拍上映片為主 我是以拍婚禮為主 那以拍婚禮為主的話 像我就會對這個90跟100 我會蠻有興趣的 呃 其實我們 之前elven就有特別去聯繫過這個牌子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看的時候 其實就蠻心動 主要是CP值高啦 對啊 也是在思考說 欸 如果是這樣的CP值 我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 買入 因為畢竟這個跟CP3落差是蠻大的 對啊 那用完之後 呃 雖然沒有CP3帶給我 那樣子那麼大幅度的衝擊 對 但是 也不會讓我對這顆電影鏡頭 這麼高CP值的電影鏡頭 會有所懷疑說 他是不是有偷工減料 或者是怎麼樣 反而是他有走出一個自己的路 對 那這條路 呃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對 但是我覺得只要是有特色的東西 就是大家就會有興趣 像他現在來出了全片幅的電影鏡 喔帥 對 全白了 那個真的很帥 希望 不知道有沒有 常常可以再借我們 對 可是我們不太會用電影鏡 不知道說不定有欸 電影鏡沒辦法上穩定器 對 說不定哪一天啊 對 好 那我們就這一集 看見我們 好 謝謝各位 那如果 有想看我們在玩點什麼 然後就可以在下面幫我們跟 你乾爹爸爸想玩這樣 對 對 大家還想看什麼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 再做一集 跟大家分享 好 OK 好 掰掰